上周四美国公布通胀数据,CPI按年增幅达7.5%,为40年来最高。当日美股组段因消息下跌,可视很快变反弹,代表中小企业的罗素2000指数甚至6%的升幅。 可视到欧洲收市后,美股变迅速下跌,标普500指数跌83点,达1.8%,整日高低位于100点。 翌日,美股因乌克兰局势紧张,又来个高开低收,标指全天波幅再次于100点。 美股波幅因通胀和地缘政治而扩大,看来越来越难炒,但若在资产配置上早有准备,例如本蓝再三提出透过买石油股对冲通胀和地缘政治风险。 读者若嫌高没有根,也可考虑买入银行股,由年初至今应该可轻松跑赢大市。 另外,配合期权策略,例如过去一段时间,美股多日情高开低收格局,黄拔就在早段sell末日cover call,美段sell末日put,也获不错的回报。 有读者问,美国通胀40年新高,股灾是否快来临,其实个别股份的股灾早已出现。 联书,FB,单日跌25%。PayPal,PYPL,由310美元跌至115美元。 去年热炒股半身股Roblox,RBLX,由高位141.6美元跌至53.6美元。 Zoom,ZM,由高位451.7美元跌至134.7美元。 老实说,黄拔认为后两者翻身无望,有机会捕千禧科网狂潮的前辈后陈,最终会被赠价收购或消失。 许多科技公司的失败,并非因通胀所致,而是回归基本部,不赚钱连连亏损的公司,始终会失败。 只是当息率低企的时候,而前面面不绝让这些公司消钱,掩盖了许多科网企业经营不善的真相。 美股特别是纳指的调整环一段路,是因为科网股中实在太多没指望盈利的企业。 这些语血被清除后,纳指才可以重新上路。 可视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2022年因纳指的拖累,美股很难被看好。 不过,一些有稳定盈利增长的蓝筹股和科网股。 纵使在高通胀的环境下,可以把高成本转价,例如谷歌、谷歌和FB, 可能会吸引到更多企业把广告资源从旧传媒转头到他们身上。 企业需要的云端服务。也不宜从亚马逊、AMZN,或微软、MSFT,抽走。 银行的息差收入会因加息而增加。 当然,一些以价能力较低的企业。通胀会影响股价。 但道指成份股内的大蓝筹。 不小是垄断企业,抗通胀的能力较佳。 因此,本年道指和标指,应会大幅跑赢纳指。 黄拔预期。 第二季完结前,能源股仍是首选。 银行股撕资,进取的投资者, 则可尝试撩底买FB博反弹。 像本栏早前建议,把能源股封口的盈利低撩FB。 是不错的策略。 另一个季节性的投资策略。 是欧美国国案疫情发展。 漸漸解封。 碰上春回大地。 人民由摩拳策掌准备暑假外游。 因此黄拔财说。 石油股会于第二季受惠。 同时受惠的应该是旅游业。 租车公司Hertz,HTZ,因近期大市拖累下跌。 如回落到1月低位18美元水平。 可考虑建立仓位。